女孩下班回家 发现有个变态正在等她 女孩转身刚要跑 男人揪住头发果断放倒 随后便使出全部力气 狠狠掐住了对方的脖子 就在女孩要被掐死的前一秒 警察破门而入 此时地上的受害人已经要翻白眼了 原来 女孩早就预料到了自己会成为杀人狂的目标 因此大批警察早已埋伏在了他家门前 他们决定等女孩被掐死就赶紧冲进去 只可惜行动还是早了一步 钢太一脚踢开马硬龙 紧接着就是一招理想所后 只可惜还是不如4S店专业 被凶手直接挣脱 马硬龙本想来套五连鞭 钢太顺手一个计划法 伴随着猛烈的变跑 老马终于被干服了 如今已是证据确凿 马硬龙依旧死鸭子嘴 紧接着 重案组在他家里发现了大量亡人异兆 经过统计 去年韩国老人死亡名单里 72%都是被他堵死的 金钟赵很气烦 他只想知道对方为什么杀死自己的妈妈 马硬龙扑斥一笑 他说自己盯上的那些女人都该死 一号死者给家里打电话说是加班 实际上竟然跟男朋友看电影去了 实在是太过分了 二号死者每天农妆艳抹招摇过时 还总跟男人打招呼 你说他不该死吗 至于你妈妈 你想知道吗 你妈妈竟然在坐公交的时候 跟别的男人说话 我全都看到了 这就是我杀死他们的理由 听着马硬龙的描述 金钟赵再也忍不了了 对着马硬龙的老脸就是一拳 眼前的变态杀了自己的妈妈 害得自己家破人亡 孤苦伶仃 而一切原因 竟是因为妈妈跟别的男人说了句话 马硬龙的内心实在是太扭曲了 时至今日他都觉得自己是在为民除害 最终 警方举办了新闻发布会 公布了连环杀人案的所有细节 钢太和金钟赵也跑到每一个受害者家里 为家属传达凶手被捕的消息 虽然三十年过去了 这些家属一直在等候警察的打赋 而金钟赵也向父亲履行了承诺 抓到了杀死自己母亲的人 最终 众案组按照烈士的理解 安葬了被杀的小钢太 在经过小钢太家里的时候 几人在地上发现了一部手机 插上电脑 手机里记录了他追查马硬龙的所有细节 如果早点发现这部手机 马硬龙估计早就判了 众案组吃了顿散伙饭 钢太也跟女儿进行了告别 随后他便在金钟赵和小慧的护送下 再次来到了华阳隧道 虽然这次没有马硬龙作为催化剂 但痔疮效应还是发生了 钢太成功回到了1987 和自己的妻子女儿过上了幸福生活 悬疑韩剧隧道 至此剧中 由于嗓子坏了 暂时使用了A配音 我是苏苏 感谢大家的支持与理解 我们下部剧 不见不散